上月以来,C罗亮相一甲联赛已经有三轮比赛,虽然由文图斯取得了全胜的战绩,但是C罗却陷入了三场比赛没有进球的转三进球荒。 在上一轮与帕尔玛队的一甲联赛,C罗还经历了个人在一甲生涯的第一次伤病,在一次身体对抗中C罗左眼部受到对方求决的撞击,当时伤势还不算明显,但是几天过去了,C罗伤势的严重程度还是有所显现。 在昨日由文图斯对内的集体训练课上,C罗左眼散出了明显的余青,好在这次伤病并没有什么大海,但是C罗上一次左眼受伤之后,却迎来了一次完美的爆发,而这一次左眼再次受伤,也许在预示着C罗即将迎来好兆头。 毕竟还有十多天的间隔时间,在逐步适应一甲节奏之后,下一轮主场面对保级球队发索落,或许C罗可以迎来他在一甲联赛的转机。 回想今年一月份,C罗在与弱里拉科鲁尼亚的比赛中,奔不顾身打进一球,这次投球破门的瞬间他冒着眼珠子,被对方球员踢沙的危险,依旧完成攻门。 进球的同时,C罗的左眼角被踢出一道深深的裂口,顿时鲜血直流,那场比赛之前,C罗在上赛季西甲联赛上半赛季,遭遇严重的进球狂,半个赛季只有可怜的四个西甲进球,射手榜上未列十几名开外。 这次左眼角遭遇破相后,C罗在13轮西甲联赛狂进22球,同期人员超过梅西和其他西甲球星的进球节奏,最终凭,借半成发力。 在上半赛季紧进4球的情况下,还是获得了西甲银血,所以C罗在一甲再度遭遇左眼伤势未必是坏事。 其夜生涯越错越勇的C罗或许将再度爆发,FIFASTOY98月。